2022年 聯絡國 已經告訴全世界 每一個人 因為3C的產業 越來越怎麼樣方便 越來越補給 那你必須 懂得如何去 保護自己 也就是說 我們的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對人體都有傷害 讓你身體會比較疲勞 那你如何去避免 尤其有些人上班地點是在哪裡 是在 機房裡面 比如講 中華電信的機房 我碰過好多好多 阿蘇老師 我下班 上班 結果不得很好 上班就很疲勞 我去台大醫院檢查 怎麼檢討檢查不出來 我說很簡單 你在那上班 他告訴我 我說你都是機房 所以你把磁鐵 貼幾個磁鐵在身上 所以你上班 對你來講 根本沒有上班 結果他 用貼誰在身上用 老師 下班還是一樣 都會不會 於是我們現在 幾乎每一個人 連你做 運送 那些貨物的司機 不會的電腦 已經不能上班 他就完全是工電腦操作 所以怎麼辦 所以我們必須懂得 自我 王 被 王位 很簡單 你把一個磁鐵貼在身上 像我要開車 有沒有看到 我裡面一二三四五 六 我六個磁鐵 我坐上去 我再開車 或是放在背部 開車 我台北到台中上課 台中上課長 像我25號在台中上課 26號在高雄上課 我一個人 載這麼多的工具 下去 回來 為什麼 高雄 之前都下課 我開車回到台北 為什麼我不會累 是因為 我身體 旁邊有貼磁鐵 那我在引擎的 裡面發出了鎮電 我用負磁鍋 幫他做抵消 我比他不會平均 所以剛剛 在那邊聊天 就大學說 老师 我 你怎麼說 我一臨到肚子一肚子 我聽了嗎 你怎麼說話還要這麼大伯 所以你用的磁鐵要改變你身體 所以你身體要保護 是要必須要這些基本常識 所以很多銀行 每天都要上班就要鎮堂 所以他用一個磁鐵切在身上 哎 就不必要 所以這個磁鐵 應該賣高價還是賣低價 所以十幾年前 他們一刻賣多少錢 六千塊 葉教授 我賣多少 六十塊 那個 琉璃光 他們賣多少 一千八還是一千六 我比較笨 現在物價漲價才賣一百塊 我認為每一個人都用得到 連低收入都可以只要保護自己 當低收入都可以保護自己健康 他才會跳脫貧困 他才會產生創造力 就像我也是 低收入戶 那因為靠自己的 健康 才有辦法 脫胎 辦法 我自己是過來的 我認為 我在17年前看到德國那個女性國位一年 那個舉止 他 動用人民 所有年 罷工 他說2400個人 才有一個警察 我們就在每一個人的馬路上面 家門口的馬路上面 靜坐 讓你車子不過 讓你孩子 跟著你罷工 鼓勵先生 也跟著罷工 因為保健食品不應該高價 應該平價 所以那一次舉止 促使我 一定要開一家公司 我那時候已經在做清潔公司 我們脫勤公司已經做得很好 已經做二十幾個月了 一間賺一萬 二十幾個月賺多少 二十幾萬好 其實我假如當時我不投入保健食品 我一直做清潔 我現在應該是要上臺灣以上 輕鬆一半 但為什麼不走這條 我認為 人生 救人好像是 這條是我應該走的 所以我才開一家公司 那時候不叫公司 叫商店 股行 健康善 他能力少 一公斤賣一萬六 南達賣兩萬五 我賣多少 我賣兩千 銀氣一顆一百 我賣 兩塊 微股一個月四千八 我賣兩個月 七百 到現在是兩個月七百 我還是認為說 讓每一個人 能夠了解 資訊 他的 因果關係 為什麼產生這種經病 因果關係 然後每一個人了解以後 他才懂得去 皇 貝 去做運王 甚至去把他解除 福利王 所以這時候應該走教育 走教育 好 剛剛我們的誤 說安政 要做一切動作 要做一切動作